当袁世凯寄希望以武力统一中国 志得意满的时候 他的左右就拼命宣扬 他是安定中国的唯一人物 于是袁世凯也有了 今日天下是我其谁的气概 但就在这个时候 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支反援的武装力量 他没有什么来历 他的出现就像传说 像演绎也像神话 这就是民国初年 昙花一现 却轰动中外的白狼军 白狼军的首领就是白狼 白狼是谁呢 其实是目中一世的 据传说的白狼是河南省的保风县人 十年三十七八岁 家境富有好读小说 特别仰慕宋江的为人 曾经从军之后呢 落草当了大王 自称为中原浮汉军大都督 当时的河南和湖北平区里 是个贫困欠收的地方 由于人们一时两却 所以易于铤而走险 白狼军的组成和这个发展 在这种条件下 就很顺利而行 就迅速了 明关于秋连 白狼军开始出现 那么随后生死越来越大的 河南安徽等地一路攻过城 攻城献池 那么最后逼迫袁世凯 不得不调用北洋军的第一号大将 段祺瑞出任这个河南都督 责称他持父信阳都师 那么随着白狼的这个势大 袁世凯普郎赏格也在步步上升 逐渐有五千元提高到了十二万元 白狼军的这个战斗力 是由何而来呢 白狼的这个布告宣称 政府军的月响仅四两 白狼军却以十两月响相右 白狼军的这个一天能走一百二十里 官军却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 这么看来官兵虽然一直在追狼 但是实际上却是在百对相送 袁世凯政府对这支行踪飘忽出没 无常的匪军 那是大为恍惑 竟无忠深有的夸大这个白狼军的身世 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 依照原政府前后大约已经击毙匪一百万人 而白狼本人更不支配援军击毙了多少次 但是和大多数民间起义的这个军队一样 由于缺乏政治主张 这个组织准备和军事素养 白狼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巡军 使得这个部队过分疲惫 等他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回河南老家的时候呢 一路上的围追堵截已经把他变成是强弩之末 白狼军的兵士们回家乡 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 而此时呢追兵也赶到了 曾经这个威势赫赫的这个传说中的英雄豪杰 白狼 那么最终呢是率领了五十余名护卫 与官兵死战不提 兵败身死 民国初年 一股传奇般的陆玉林故事 到此呢 也就画上了终点